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平时呢,跟大家介绍车型啊,讲机谱讲的很多的 那如果第一次看唐大叔视频呢,可以看看我的YouTube频道 新车也好,旧车也好,当然新车肯定4S店买 那旧车4S店也有,所以呢,你可以从车行买到新车和旧车 个人交易呢,那当然就是别人的二手车了,他会介绍啊,会说 那唐大叔跟大家来比较一下,车行买车和个人交易这个利弊吧 首先你二手车和车行买是有保障的,那你个人买肯定就是 你自己看好了,风险自负了,那再来呢,购车成本 车行一般会有一些购车的费用,那每个车行都不一样 那可能会增加几百块钱吧,一般来讲 那你至少这几百块你是有保障的,另外的话 你有什么事情正常的售后服务,肯定是吧 你只有一个人可以去找,个人肯定都没有这些了 那再来的话呢,你二手车呢,在加拿大吧 一般我们CarProof,在美国的话Carfax 那这些都是最权威的报告 他们的最主要功能呢,能看到这个车所有报过保险的记录 对吧,一般我们看有没有撞过的记录 那你买这个车的话,你肯定这个要知道 这车是没有欠款在上面的 那假如说人家破产了申请的资产之一啊 或者乱七八糟拿去抵押过了 你都不知道,回头买了这车呢 过两天车就被人家拖走了 还不知道为什么 再来呢,只要报过保险的,不管是自费去修了 还是保险工资赔偿了,一般都会带个金额 你就可以知道了 那一般我们来讲呢,2500块钱以下的这个维修的 就不算什么了,因为现在都很贵的嘛 修过什么东西就几千块钱了 那如果你说这个过万了 你就要看了,到底是什么地方 那报告上都会写到什么位置 如果你发现正前方撞了一下2万块钱修的 那这车你就很,就最好不要买了 可能引擎什么会受到影响 如果说边边角角的几千块钱 两千块钱 那也就是边上停车的时候不小心蹭到了 把我保险修了 这都没什么问题 不影响机械性的 那所以呢,不管你和车行买还是个人买 那都需要看这个报告的 一份报告可能75块钱啊 当然你可以自己商定了 谁来出这个钱 但报告很重要的 那再来一个就是这个检验报告了 当然车行会有这个 车进来一般190点的这种检查 或者几百点的检查 他都会去检查给你一个报告 那这个报告会明确告诉你 对吧,他检查出什么问题 他们建议修 修完之后修了没有 修了多少钱 这样你就非常清楚了 因为这个车啊 除了一些机械性的之外 他有磨损的轮胎啊,刹车啊 你个人肯定他不会去卖车之前 给你修这些的 或者大保养他不会去花钱做的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特别要注意的 当然还是用唐大叔刚刚那个概念 越旧的车你要特别注意这块了 那一般来讲呢 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 他都有行业协会监管的 所以正规车行呢 不安全的车他是不会卖的 所以他就有这个责任 当然有一些不正规的车行 或者不受监管的你要注意了 如果这车行一共才那个停车场上 20台车,十几台车 非常小的车行也不太规范的 那最好大家不要去买了对吧 那个人的话可能你看到了说轮胎摩差不多了 那我给你捡50块钱吧 捡500块钱吧 那或者什么问题 他可能自己去协商了 那再来呢就是这个试驾和验车了 这一块呢其实网上有很多文章了 但是简单来说呢 其实大家有个感觉的这个加速换挡顺不顺啊 有没有什么怪声音啊 所有的这个车的对吧 一切功能窗户啊锁啊空调啊音响啊 所有东西都要试一遍对吧 你这样看下来之后一个二手车 你就有个概念了 报告再漂亮呢 那也不如好眼力 那最后呢就是一个交易成本和售后服务了 刚刚提了一点那交易成本呢 都是一样的车子 你不管个人买车行买都要付税 这个都固定的了 那交易成本无非就是车行可能 根据不一样的车行会有一些小的费吧 这个车就有保障了对吧 这也是其中一个好处吧 那再来的话就唐大叔说的 售后服务你肯定是对应对应一个这个销售人员的 回头你可以问他问题 如果是售后的问题 你可以找车行去解决 很多车行只要是正规的也愿意帮你解决 愿意有这么长期客户嘛 那个人的话就是那样子了 风险自负了 最后呢有一种特别的方式 这个介于车行和个人 就现在呢很多特别在这个移民多的这种城市 像温哥华很多人都喜欢租赁嘛 对吧租赁后面我会细讲 租赁完之后呢他们到一半中间有事 必须要回国啊或者怎么样需要转手 那有转这个接别人lease的这种方式 当然lease里面有很多水也挺深的 那你接的时候要看清楚条款 那这么接过来台车呢 那是尽心的一般lease做两三年的 做两三年的嘛 所以你这个车是非常新的 原厂保修什么也是都有的 那人家付多少钱 你付多少钱你就可以接过来 一般要转掉这个车嘛 肯定对吧 人家都会贴点钱给你 就是说除了你接我这个月供 这么多钱之外呢 我额外再给你贴点钱对吧 不然的话那同样的这个月供 我干嘛不去自己租台新车呢 跟你接干嘛对吧 那肯定这块也是一种新的方式 随着这种行业的发展嘛 所以这也是一种新的方式 就介于两个中间 唐大叔跟大家稍提一下 那下面再来呢 咱们就讲到这个 现金购车分期和租赁的几种方式了 这种方式是这样的方式 就用了一种方式了 就用了一种方式了